新手开车上路最怕什么 估计是倒车入库掉车头之类的专业性动作了 有时候无论怎么转方向盘 就是搞不明白越急越乱 比如下面的这一位女士在小区停车场掉车头的这一幕 着实让人捏了一把汗 这段视频是停车场的监控拍下的上传制网络 虽没有著名发车的地点 但是光看画面就足以说明问题咯 您瞧这位女士走进蓝色小车里 车门一关油门一打 开始向后倒车 再向左打方上盘 就差那么一点车头就掉过来了 可是不知怎么了 估计这位女士又突然向右一片 车又回到了原点 接下来在长达四分钟的时间里 可真是百转千回了 小车在不大点的地方来来回回 原地转圈了好几次 但就是没把车头掉正过 视频出来之后 网友们说这位女士您真牛 这哪是不会开车呀 简直就是太会开了 就这么一点点大的地方 来回掉这么多次 还没有蹭上别的车 给您竖个大拇指牛 不过玩笑归玩笑 还是得说一句 如果您也碰到了这种情况 千万别太执着 下车呢 请别人帮帮忙 千万别蹭着别人的车 否则两败俱伤 我现在就开始了啊 所以我再次上词了